前十大槍擊要犯藍性期 原本搭檔副手共和黨主席周克齊 之前投入了總統大選連署參選 但是周克齊被指控 向二十一位民眾用每份兩百元的價格 收購連署書 海北地院審理認定 他的行為強害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 今天依照總統副總統選罷法 判刑三年 並課兩百萬元的罰金 持多公權五年 但是周克齊他否認犯刑 強調會再上訴 大批群眾聚集 法院門口抗議 聲援對象就是他 共和黨主席周克齊 一度在押的他 在去年搭檔曾試十大槍擊要犯的藍性期 登機參選正副總統 但周克齊作為副手 被控連署階段砸錢湊門檻 經過法院審理二三號 一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交付賄賂罪判處三年刑期 並課兩百萬法金持多公權五年 在鏡頭前喊冤控訴司法不公 周克齊表示會上訴 但何一廷認定每份連署書 他用兩百元價碼前後收購二十一份 判決理由痛批周克齊的揮選行為 用工資明目粉飾 無視法規禁令 不但影響選舉公正 更強害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 有很多連署人在現場無所適事 甚至中途離席 在附近喝咖啡 也沒有受到管制 潛艦跟僱用工人 臨時演員的場情不合 六零二四總統大選前 連署涉及不法 也包含高雄前議員陳乃進 被認定用行賄方式 衝高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連署 一審或判緩刑 替郭台銘連署 被控社會的 也有前國民黨中常委 范成連 一審被判四年有期徒刑 捲入連署爭議的 還有屏東縣議長周典論 涉嫌以五百萬元 協助郭台銘連署 已被檢方起訴 權案預計在八月二十七號 作出一審宣判 記者 陳冠勳張國良台北報導